職棒比赛的展示车意外卡卡 这个是中华職棒卫权龙队的主题展示车陆续现身街头 18号在天母棒球场首次亮相时 有一台主题车走错路了 意外卡在广场的阶梯上 幸好主场球迷很给力 出动了6名标形大汉帮忙推车协助脱困 拍一下 大家拍一下 什么事情让職棒球迷特地拍照纪念 不是球星惊喜现身 而是主题展示车意外叼掐了 主场球迷很给力 想要协助小黄脱困 但车太重 用力用错地方 老司机立刻点出问题 大家同心协力 想让小黄脱困这回换到后头推 果然成功了 事发在北市天母棒球场 18号下午魏群龙主场比赛是经典的龙象大战 而主题展示车也首次亮相 但小黄司机走错路卡在广场阶梯上 幸好六位球迷帮帮忙成功协助 小黄脱困 展示车磨到底盘 还要检查受损程度 至于水泥阶梯已经毁损 职棒球队承诺将会负责修复 虽然意外叼掐 有些落差带你成功吸引到众人目光 记者称赞张张士奎台北报道